大家好,我是泡泡 近期新冠三羊人数开始增多 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各种症状 前几天我去医院帮家人去检查报告 看到发热门诊里头人又多了起来 而且如果现在你们去一些社交平台 比如微博小红书搜索相关的关键词三羊 会发现海量的信息 很多人都中招了 不知道你们目前有没有三羊呢 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三羊的经历和感受 不过目前我暂时是还没有羊 但我身边的朋友,同事,亲戚 很多都三羊了 通过跟他们交流他们中招后的感受 我发现三羊有几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现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第一,三羊和二羊间隔时间太短了 比如说我的一个同事小杜 他二羊才刚刚过去28天 他7月26号二羊的 当时症状很轻,发了第一烧 到第二天就退了 他以为自己不会再三羊了 结果前几天,8月24号 小杜忽然觉得有些不舒服 到家顺手一测 抗原显示又羊了 喜提三羊 但三羊远远没有二羊温柔 最近我身边出现的许多三羊案例 几乎都是二羊和一羊相隔四个月到半年 但是三羊和二羊之间呢 只隔了一个月 大家基本上是去年12月份一羊的 然后有些朋友今年5月份二羊的 6月份就三羊了 那么6月份二羊的呢 7月份就三羊了 7月份二羊的呢 8月份就三羊了 这样的感染间隔真是太短了 所以很多人说 每6个月感染一次 这种说法完全不准 事实上感染间隔可以很短很短 比如说一个月 甚至不到一个月 我的天哪 那么说说第二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三羊普遍都比较重 比二羊更重 三羊我知道了已经好几个 大家都说比一羊二羊要严重得多 上周我的一个同学三羊了 一觉醒来 他嗓子疼 干得要命 这是第一天的症状 第二天他咳嗽不止 高烧头晕 第三天 狂打喷嚏 狂流鼻涕 头越来越疼 第四天 他右腿的膝盖跟扎了一根刺一样 走一步疼一下 爬了楼梯就更明显了 现在第五天了 还是没有好 他说他都快被折腾崩溃了 他说他上次二羊的时候 就稍微有点流鼻涕 一天就好了 还有我们工作室的一个小孩 年纪轻轻 三羊之后就出现了乏力 极度疲劳的症状 连续多日至今的胃好 而且动不动就心慌气短 他说他准备去医院里 彻底的去做个检查 这个小伙子以前可是身体巨好 天天打篮球 然后呢 我们财务大哥跟我们讲了一个事 他说他以前一个老板 五十多岁吧 一羊二羊都没事 前阵子三羊 人直接就进了ICU 把我这财务大哥弄得特别害怕 他说他现在天天祈祷自己 可别三羊 我们都听专家说过 随着羊的次数增多 症状会越轻 但奇怪的是我身边很多朋友三羊后呢 症状反而比第二次更重了 第二次呢 基本都是轻微的感冒 三到五天就恢复了 但是三羊呢 远远没有二羊那么温柔 甚至一个星期都不见好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难道是病毒变异了吗 之前产生的抗体 对新病毒都没有作用了吗 这个还真有可能 现在来说说第三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三羊奇奇怪怪的症状更多了 之前大家羊基本都是呼吸道感染的典型症状 比如说就发烧几天呢 之后呢就嗓子吞刀片 好些之后呢就试睡没胃口 但是呢 最近这波三羊 我身边的朋友 多了很多以前没有的症状 比如我有个哥们 他八月中旬旅游回来 每天都在不断的拉肚子 甚至一天拉肚子多的时候高达五次 因为一直腹泻 导致他的身体状况很虚弱 脸上看起来也是辣黄的 一开始呢 他并不觉得是三羊 还以为只是着凉引起的 直到他持续了两天腹泻 才去医院做检测 被确定为三羊 还有就是我们家的邻居 他们一家人 首先是他们家孩子 在前几天呢 可能是三羊了 并没有做检测 他的症状是前几分钟还好好的在玩 突然就发高烧到39度 过了几天烧退了 症状消失了 但是发现这个小孩的脚底下 多了好几个包 就像被蚊子咬过似的 但是可以确定不是蚊子咬的 过了三四天 我邻居他老婆也是这个症状 几乎一模一样 脚底下也起了一片红包 就很奇怪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 他们三羊真实的感受和经历 以及呢我总结的三个奇怪的现象 第一个就是三羊和二羊之间的间隔呢 非常非常短 第二就是三羊比二羊呢 普遍更严重 第三个就是三羊的各种奇怪的症状呢 也增多了 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敢肯定 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我身边朋友样本量还没那么大 但是呢 我把我了解的一些情况告诉大家 希望对你们有个参考作用 也希望大家都做好防护 能不三羊 尽量还是别三羊 听说下一波疫情高峰 可能会在10月到11月出现 那就是四羊了 天哪 建议大家还是多做防护吧 你说一年来个三四次 四五次 谁受得了啊 对身体呢 是巨大的摧毁 好 我是泡泡 感谢收看 拜拜 拜拜